OK,好了,從行工兩者的角度來看,近年每一個殘疾人士的職位平均的撥款已經達到二十萬,你看回十六頁表義那裡,政府自行推展新措施,並且聘用大量殘疾人士的做法,一定比這個創業展才能計劃,根據成本效益,OK? 在政府考慮裡面,究竟是社會需要重要,還是就業需要比較重要呢? 社會需要就是有一些不是主流的,即是市場忽略的一些需求,譬如賠月,家居清潔,平安中,這些。 我想問問你,究竟是社會需要重要,還是就業需要重要呢?你的比重是怎樣呢?整個計劃,聽不明白我問什麼? 你問呢? 如果你的撥款平均,即是每一個殘疾人士的職位平均撥款已經達到二十萬了,而政府自行推展一些措施,並用大量殘疾人士的做法,一定比這個計劃,即是根據成本效益的,對不對? 就是我剛才問你的問題,你回答了啦,不只是為了殘疾,並用殘疾人士的,還有別的,你說來聽聽,社會需要,只是就業需要,還有別的目的,還有,有沒有? 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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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謝主席 帥帥 子佳明 主席 主席